房贷补贴方案出炉了 但是很多人都想问 究竟在台北市哪里买得到 总价一千两百万的房屋呢 其实在林森北路这边 符合的建树就有五十二件 再一算台北市有十一条路段 符合补贴标准 北投温泉路平均单价36到40万 明村东路一段大约62万 但这些通常在20坪以内 屋龄超过三十年 属于电梯套房或销两房产品 老公寓或者是呢 在精华区 但是它是属于老旧的小宅 商业机能比较强的 还是以中山区 包括像是林森商圈这几个路段 单身贵族啦 甚至像智产族群啊 会去投资的一个物件 符合第一个门槛后 第二个标准年收入低于120万 参考数据核贷金额 850万以下的这个族群 年收入落在20到40万 平均贷款653万 等于说每个人收入2.5万 通通拿来找房贷 这让立委抽险至质疑 恐怕是有家庭金元 或台面下收入才能办到 政府补贴似乎补错人 台北市1000万 应该买不到房子吧 这边都很贵啊 现在随便便一瓶都要六七十万 当然是会有所帮助啦 不过还是要 还有排付条款啊 还有一些资格的限制 好像也没这么容易吧 总价跟贷款的设定之下 很多需要的民众 反而没有办法获得补助 那另外三万块钱的基础 到底为何 这个也会是很多民众 想要问的问题 有专家认为 政府没有考量房贷负担率 直接用家户所得 作为补贴门槛 真正需要帮忙的三明治房贷族 零也领不到 环宇新闻江北陈品珍 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